好 粉紅超跑白沙屯媽組是日前展開了為期九天八夜的繞境活動 那今天來到第五天 在上午九點多是停靠在雲林路三段某一間車行前面 就出現了一名富人為了祈求因為車禍住進家戶病房已經半個月的女兒能夠好轉 是跪在了較前連連磕了十八下的頭 是直到磕到她的額頭鮮血直流 廟方趕緊出來阻止 這名富人也是邊未邊磕頭痛哭表示 女兒是在3月8號的上班路程遇到了嚴重車禍 頭部嚴重受創目前還是陷入昏迷當中 那希望祈求媽祖能夠救自己的寶貝女兒一命 富人在祈求的過程中是不斷痛哭磕頭 圍觀的民眾也為之鼻酸 而廟方人員也趕緊將富人扶起來包紮 那並且是拿過她女兒的衣服過了三圈的香爐 現場的民眾也希望媽祖能夠庇佑這位婦人的女兒度過難關 以上最新情形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